最近那個秉順 愛秉順 又一直被狗仔哥哥偷拍 哎呦 看就是這樣不小心啊 我覺得如果沒有 侵犯到其他人的話 因為這其實是一個好的事情 對啊 上話好像蠻生氣的 你說被拍到 對 被媒體寫出來 是不是我知道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年輕啊 都交連朋友是好的啊 而且秉順現在你看 球也打得好 然後對啊 單眼皮帥帥的 很好啊 上話也有他的知名度在 有他的專業在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 這樣一加一都大於二了 好棒啊 畫面上也好看啊 最近那個秉順 愛秉順 又一直被狗仔哥哥偷拍 哎呦 你看就是這樣不小心啊 哈哈哈哈 我講真的齁 其實 這個男未婚女未嫁 而且我覺得就是 大好青春吧 對 剛才鼎翎聽到這個才三天 就 啊怎麼才三天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是想要看一個 好的美好的事物吧 對啊 所以 我覺得如果沒有 侵犯到其他人的話 我覺得這實際是一個好跟好的事情 對 對啊 我知道他好像蠻生氣的 不是說被拍到 對啊被媒體寫著 當然因為我覺得 少華我們跟他真的很熟很熟 那 我覺得畢竟他 就走那種那個 迷心霧陷吧 總是形象各方面很重要 可能都怕影響到他自己未來的工作啊 等等等等 對 所以請大家手下留情吧 我覺得大家知道就好 祝福就好 對啊 知道 就你們看一看 拍到看到的啊 就看得不說不吃啊 那你覺得他們就是 未來適不適合 更進一步發展 適不適合我們知道 對啊 但是我覺得大家都年輕啊 都教練朋友是好的啊 而且你現在你看 球也打得好 然後 對啊 白眼皮帥帥的 他很好啊 對啊 對啊 上來也有他的精度在 有他的精度在 有他的精度在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 這樣 一加一就大於二了 棒 對啊 畫面上也好看啊 也學了 現在全明星有了什麼精度嗎 不知道 問一下三一長大好不好 我真的覺得 不要去划船好不好 趕快就 全明星都會了 對 對 我到很多地方 全部的人都在講說 全明星都會什麼時候要來 對 真的真的真的 因為我覺得他 全明星都會 這個節目 而且那時候是在疫情期間出來 一路這樣四季下來 我覺得對很多 看電視的人 或是小朋友 或是很多 就是很誇張的年齡層 對 像有些那種小學生啊 我前七年 當我打樂樂榜說 喔我是教籃球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 其實 我曾經帶給台灣 玩電視或這個環境 算是蠻正面的年齡層 不然是要二年齡層嗎 我是這個 我個人就蠻希望的 但是 但是這個節目才太幸福 所以是贊助 我不知道是不是 就是因為做得太開心 然後 當然我覺得要找 這麼多 要運動的藝人 真的是有一點 對 是蠻辛苦的 對 然後只是我也有聽到一些 他們今天就是在第二季 就已經 到第四季就想 站回來 所以他們說 我們運那麼多 都會要去踢武器 我就再加油一下 再加油一下 那測軍想要能爆發 那個新聞啊 那個關心什麼 然後 我們第三屆 就第三屆 藍隊 感情都非常好 我們其他 十字以下會聚會 但是我們很難 我們對小美 我覺得 我們算是 跟他一起 所以我們其實 最近的聚會 都有戰快 然後我們也希望 我們在這個事情 我們也會 看看我們今天會再打 其實因為 我講實在有時候 有時候有時候 關心他打電話給他 或會幹什麼 我覺得其實對他 有時候很難 我覺得就是 我們就默默地 有幹 然後知道說 欸 男性等過一段時間 大家也都會有空 因為其實大家要去 對我們說真的不容易 就是說有些 可以放棄啊 有些出國啊 有些並不容易 但我們都很驚喜 所以我們都會希望 你看 然後時間更好 但我們過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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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